大家好我是YG 今天要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關於寶可夢的鑽石燈珠 帶1.12版本的最新的BUG 一次複製整箱道具和寶可夢的方法 讓你在3分鐘內就複製出一整箱的道具和寶可夢 OK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吧 首先跟之前一樣我們要先在我們的盒子裡面 準備好一箱帶有道具的寶可夢 還有一個空的箱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隨便找一個海邊 然後我們使用衝浪速到海上 然後我們打開我們的寶可錶 來到這個祕傳招式的介面 然後把我們的游標指著飛翔的選項 然後我們就一直接下來就是一直按R加A 那這邊會比較難觸發一點 各位可以多嘗試幾次看看 OK那剛剛各位可以聽到同時會有兩個按鍵聲 那這個時候就會出現地圖的介面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把我們的搖桿往左邊移 OK那各位有沒有聽到 背景它就有衝浪跳到岸上的聲音 這就代表我們的BUG是觸發成功的 雖然我們現在看不到 其實在體圖下我們是人物是可以自由移動的 那為了方便起見我會放個視窗在左上角給大家看看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隨便就找一個程式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就先不要按喔 我們等等會先按A 然後隔大概0.5秒按X 目的是為了打開飛出去的選單 同時要觸發我們的BUG選單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試試看吧 OK那就像這樣子 那這樣我們就是成功了 各位可以看到右下角會出現有4跟4這個選項 他會問你要不要飛行 那我們就按A4 好的那我們就飛到了另外一個城鎮啦 那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發現BUG選單還在喔 我們也可以在選單下可以自由移動 那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其實就跟之前一樣了 我們就打開我們的寶可夢 然後按R選盒子 那對第一次按打開選單 然後按X開啟BUG選單 然後再選寶可夢 盒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盒子裡的寶可夢全部移到另外一個空盒子裡面 那我們就退出 OK我們就退到這個畫面 然後我們再選這個查看能力 那我們再退出 那這樣我們道具就算是複製完成了 那一樣如果你想要繼續複製就重複打開選單 然後按X去觸發選單BUG的步驟就可以了 好的那這個方法相較於以前來說是稍微有一點複雜啦 不過還是可以複製 只不過下次會被修掉就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好的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這個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喜歡我的頻道歡迎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更多有用的資訊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